文章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为啥挂牌的房子突然那么多 看房子的人变得那么少 零妖降50万再降50万 黎平对房产中介的电话感到恐惧 多数情况中介都在劝他降价 偶尔透露一些小区里谁卖掉房子的新闻 大敌也是拐弯劝他 卖房快两年价格一再下降 已然成了黎平的一块心病 起初卖房只是为了置换 要换掉的房子位于珠海市高新区 那是他和妻子人生里的第一套房 三室两厅的格局120平左右 单价每平1万多 当时还在2015年 珠海楼市刚刚进入快车岛 第一位入手的房子 一直被黎平一家视为增值资产 2021年黎平妻子怀孕 难以附和远距离通勤 妻子所在的单位 距离房子开车要40分钟 未方便 两人商量着在珠海市中心再买一套 本来买房是为了上班方便 可选房过程中 营销推荐的一套180平米的平层 吸引了一家人的目光 考虑到家庭收入情况 以及卖房换房的可能 他和妻子决定买入 更何况 房主的挂牌价只有430万 低于市场价100多万 看到这样的条件 谁不会心动 当时黎平第一套房子的单价 已经涨到3万1平 只要能够及时卖出 不仅能覆盖第二套房的首付 甚至有100万的现金介余 种种考虑 让黎平和妻子毫不犹豫地 为自己加上第二道杠杆 新房入手了 老房却没有按计划脱手 2021年底开始卖房时 的确有不少人前来看房 当时 黎平向妻子保证 三个月一定卖出去 然而到了2022年 即使春节后来的一波 购房需求释放 前来看房的人 却变得寥寥 情况持续到当下 几乎没有看房的人了 从365万到315万 近两年的时间里 黎平多次忍痛降价 黎平也考虑过 将房子暂时租出去 每月几千块的租金 和将近2万的房贷相比 能解决的困难实在有限 况且房子有过出租经历 黎平觉得 它是315万的价格 也要保不住 珠海的二手房市场 也曾在2023年初 有一波小阳春 今年2月 珠海和全国楼市一样 二手房交易量 一度大涨375% 媒体公开数据 但到了4、5月 小阳春未能持续 交易量持续下降 而市场挂牌量 却还在增长 仅当地链家公开挂出的 二手房源就高达3.4万套 黎平的房子 未能在小阳春里卖掉 根据事后统计数据 所谓二月景吞机交易量 也才500多套 有房屋中介从业者称 珠海楼市整体已转变为 购房者市场 楼市有金九银石一说 2023年8月 各地密集出台了 各种松绑政策 提振楼市 政策落地后 许多城市相继出现了 二手房挂牌量猛增的情形 人口只有200万左右的 珠海二手房挂牌 逼近4万套 北京二手房挂牌量机 增至16.6万套 二手房主已中年居多 这意味卖房的中年人 越来越多 卖不掉房子的中年人 也越来越多 在北京 骑自行车15分钟 到鸟巢的一个小区 一套105平米的潮南房屋 也在挂牌售卖 这套房子已经挂了将近半年 价格从948万降到880万 降价68万 仍无一人看房 中介称 这些位于顶层的无电梯住宅 过去至少来看房的人 还是有的 现在连看房的人都没有 现在 黎平已不想再点开 自己房屋挂牌的 二手房APP 前一阵 他发现 同小区有一套 原本挂牌540万的 半年内已降价到410万 中介告诉他 如果要卖房 至少还得再降价50万左右 这一切 黎平不敢深想 第二 防损第一代 降价卖房 亏不亏 要看购房者买入的点位 以黎平为代表的卖房者 属于低位上车 即便降价50万到100万也有 不小的盈利空间 另一波当初高位上车的业主 现在房子一卖 算下来纯亏 我成了防损第一代 这是家住北京通州区的王衡 心里最常蹦出来一句话 逢人便说 2016年 王衡在通州区果园附近 买了一套40平方米的房子 总价210万 均价接近5万元一瓶 今年初 考虑到工作及未来 孩子上学 都想定位在北京朝阳 王衡预备着把这套房卖掉 不过 自2017年 通州区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后 政府对通州的购房资格 进行了诸多限制 导致通州区房价一直未变化 甚至还有一些阴跌 即便家门口就是地铁站 和通往市中心的快速路 附近购物中心 商场 医院都在一公里之内 区位优越 可考虑到市场行情 王衡没敢多赚 挂牌价定在了220万 房屋中介的一席话 却给王衡浇了一盆冷水 甭说220万 就算按210万元价卖 现在也出不了手 你们同小区同户型推进的 一套成交价是205万 王衡难掩悲伤 这五年多来 王衡每个月都要缴纳 6000多元的房贷 还的还都是利息 王衡说 如果现在只能卖205万 当初还不如不买房 到头来 只是给银行打工 据王衡介绍 这套房买时 也是二手房 原来的房东 2003年 以30万元入手 到了2016年 以210万买出 赚了6倍 没有赶上房地产红利 成了房损一带 王衡不是个例 和阳2018年 在北京南五环 张国庄附近 买了一套50平米的房 花了180万 今年出有了换房需求后 他便将房子挂在了网上 花了近4个月时间 最后这套房 以160万的成交价卖出 较当初180万的购房价 净亏20万 认房不认带 相关政策出台后 降价就成了 二手房市场的主旋律 有一些城市 甚至传出 半价卖房的小道消息 目前 二手房挂牌量 超过10万套的 有6个城市 分别为重庆 天津 沈阳 成都 南京 超过9万套的 有苏州 哈尔滨 武汉等 但不少城市 市场成交量 仍在持续萎缩 购房者都在 持币座等在降价 回顾卖房经历 河阳最大的感受 就是 中介一直在 劝降房价 买房的人 也一直在劝降 短短几年间 楼市的变化 天翻地覆 房子虽已经出手 但河阳从一套刚需 走向了另一套刚需 改善的需求 终成 净花水月 卖了旧房 买另一套房 但好的房子 还是很贵 买不起 河阳说 中介从业者表示 目前北京降价较多的房子 主要是户型一般的 或者业主急需用钱的 好房子总体而言 降价不多 具有稳定的抗跌性 03房子便烫手了 房子降价为刚需族出手 提供了有利时机 可行情不稳定 再加上 购房族向来 有买涨不买低的心态 很多刚需族 即便此刻想要出手 阻力很大 房产中介哀叹说 目前已经出现了去年买房 今年房价就下跌的情况 梦童目前住在北京北四环附近 为孩子上学 她从今年年初就开始看房 并与中介保持密切的联系 今年4月 中介推给梦童一套 北京北四环世纪村的房子 两室一厅六十平 附近有地铁和大型购物中心 地段优势让梦童心动不已 当时中介给梦童出事的标价是 487万 而仅仅两个月后的现在 当梦童提出想看看这套房时 中介称这套房子已经以465万元成交 比两个月前便宜了22万 梦童感受到后怕 庆幸自己没有上头满下 如果是我自己买了 到年底还不知道会亏成什么样 作为刚需一族 梦童想着为孩子早点落定房子 可目前的市场行情就是让他下不了手 某房产研究人士说 今年年初业内的观点是 一线核心城市的房价是最抗跌的 不过现在即便是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 也出现了需要考虑城区各地 差异的情况 总的来说 小区管理好 区位好 户型好的地方 抗跌性更好 而市中心没有学校配置的老破小 老破大 都没有扛住这一波降价 该研究人士表示 焦虑情绪蔓延 刚需族出手慢 急需用钱的改善族 则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加速卖房 一些卖不出房子的人 抛弃传统中介 开始通过房产博主来卖房 家住北京的李如云 去年初考虑到家里三代人同居 想置换一套更大一点的房子 从二室一厅换到三室一厅 起初 李如云找的是北京某知名房产中介机构卖房 挂牌标价650万 与此同时 李如云看中了一套想要置换的房子 三室一厅标价700万左右 李如云辗转联系到了对方房主 结果发现 对方与他一样 同样有置换的需求 双方都卖房心切 于是双方合计后 签署了一项半年周期的 购房协议 协议里规定 李如云需提前交定金 共计70万 剩余房款 需要在半年内付给对方房主 这半年内 对方将为李如云保留房产 如果不能履约 除定金不予返还外 超期还有赔偿 当时李如云觉得 半年内卖掉房子应该不难 而且遇上新移的房子实属不易 最终签下这份协议 然而 六个月过去 李如云的房子仍然挂在网上 不仅房子没卖出去 我还赔了对方一个半月的款 一共八万块 李如云曾找对方理论 认为是不可抗力的因素 导致违约 但没有获得对方的谅解 对李如云而言 只能自认倒霉 可卖不出去的房子 仍然烫手 一直关注卖房动向的李如云 发现网上出现了许多 帮人卖房的房产博主 这些房产博主只抽点1% 同时安排中小型房屋中介 去落实购房手续 或者抽点0.5% 居间赚个新股费 李如云心想 总计1.5%中介费 比北京一般大型中介 2.75%的手续费 要便宜得多 因此 他不惜冒着风险 见走偏锋 结果令他惊喜 房产博主很快就帮他 找到了外事来经的买房客 并迅速成交 这次交易购房者来出这笔钱 交易费用下降了 成本也就更低 也就能让购房者 更快一点决定 买下我这套房 房产交易的疲软 逐渐影响到了 房产中介的生存境遇 9月26日 多佳媒体报道称 便加中介费的收取标准 从目前房屋成交总价的 2.7% 统一下调至2% 与此同时 收费模式 从购房一方单边支付中介费 改为买卖双方 共同承担1% 拥有自己的房子 曾被视所 步入中产的标准 而如今 房子正在让中产们失血 频频降价 却杳无信息 如今 李平决定不再降价 他决定将目光 从房子身上挪开 两年来 卖房带给他的挫折感太多了 毕竟 生活里还有别的事情需要花费心力 李平所在的互联网行业频频裁员 不少人都背负着高额房贷 每个人都在担心贷款逾期 谨慎工作之余 李平偶尔会想到 降价100万卖房给自己的前房东 一位澳门籍房主 感慨他对于市场趋势的准确把握 割肉离场 而现在自己面临的 已不仅仅是割肉的问题 我们这代人 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腾加利益 似乎任何问题 都可以迎刃而解 现在 一切都失灵了 李平说 李平说